CES期间英特尔发布了12代笔记本酷睿平台 但和桌面端一样 笔记本的12代CPU也用上了 Golden Lake加Grace Mount大小盒搭配的Alder Lake架构 关于这个架构 早些时候我们在12代桌面版评测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分析 先期发布的H45平台 最高规格是6个大核心8个小核心 总共是20线程 略低于台式机的8P加8E 24线程 但是比起上代Tiger Lake以及对手Zen3的8核16线程 还是大了不少的 而制造工艺则是性能更优化的英特尔7工艺 这点和台式机的12代保持一致 不同于AMD各型号都尽量通过一个SoC进行阉割的策略 英特尔做SoC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同一代的CPU会做很多种规格的SoC带 比如说像这次H45的带和桌面版的那两种又不太一样 像H45的6大和8小核结构 其实从总线节点来看 和上代8大核的Tiger LakeH是保持一致的 同样是8个节点 其中6个大核分别对应着6个节点 8个小核分为2个醋 对应着2个节点 在环境总线上面 核显也从上代的32EU的差异架构UHD核显 升级到96EU的差异核显 内存控制器支持双通道DDR5或者DDR4 当然也同样支持LPDDR5 我们用游标卡齿来量一下它和上代的核心面积 你会发现两者的面积差异不大 核心封装也非常薄 看起来就是很好压的样子 这次的H45平台从顶级的i912900HK到i712700H 都是6大和8小核的设计 缓存也完全一致 但是频率不一样 功耗设计却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从这代台式机就可以看得出来 英克尔挑体质的技术已经越来越纯熟了 一手刀法修炼的那是越来越到位 这次也不例外 i9就是官方特挑油 i7则是便宜卖的雷 至于像更低端的i5 就不在讨论体质的范畴里面了 整体来说 这次H45平台的规格还是给得非常足的 这个也让我非常期待它的实际性能表现 我们这次首发测试使用的机器是来自于微星的GP66 搭载了i7-12700H加上3070Ti 16GB DDR4-3200双通道内存的配置 屏幕方面 方面的微星冲锋坦克Pro GP66搭载了一块2560x1440的165Hz屏幕 为了方便对比 我们在部分项目里还加入了M1 Max i9-12900H i7-5800H 和i7-11800H 作为参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GP66里面这颗12700H的实际性能表现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CPU的理论性能 在Cinebench R23的测试中 i7-12700H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性能 都比起M1 Max 11代以及Zen3有不小的优势 GP66的稳定功耗大概在80W出头 在这个功耗下 i7已经稳稳超过了上代的i9和i9 而接下来的视频转码测试就比较有意思了 首先是Handbrake的转码测试 在Handbrake当中 12代凭借着强大的规格拔得头筹 不过Handbrake只是一个纯CPU转码工具 12代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 差异核显优秀的编辑码性能 如果我们使用支持GPU加速的Adobe Media Encoder进行转码 结果就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是真的没想到 Inker这代的核显加速在转码阶段 已经可以赶上M1 Max了 毕竟M1 Max的硬件加速单元 曾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H.264测试当中 12代在核显加速下甚至是跑出了跟M1 Max完全一样的成绩 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比起只用CUDA加速的情况 能快出一倍左右 AMD这边的核显在有独显的情况下 虽然也能提供一定的加速 它可以从纯CUDA模式的1分10几秒提升到1分0几秒 考虑到混合模式下游戏性能的牺牲 我觉得AMD用户还是关闭掉电炉丝更合适一点 而投放的事情也发生在视频剪辑软件里 PR当中 12代凭借着核显所带来的巨大优势 相较于Zen3平台的领先幅度相当大 基本上已经摸到了M1 Max的屁股 而11代因为有着核显的加持 也比Zen3强一些 这里就不得不聊一下 对于这种标压独显本来说 核显的用途了 苹果的M1系列让我们看到了专用加速单元有多重要 英特尔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件事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目前英特尔的核显 与英伟达还有AMD的GPU 在达芬奇还有PR当中加速格式的支持长度 你不难看出来英特尔平台是有着优势的 这个优势就直接体现在了视频剪辑这种应用场景下 实际测试当中 PR里12代在混合模式下相较独显直连模式 几乎有着40%左右的提升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建议有视频剪辑需求的同学购买F系列无核显处理器的原因 而核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剪辑当中 有的时候我会在小号开游戏直播 我的台式机是12900K加3080Ti的配置 之前我用的是5800X平台 然后使用3080Ti直接推流的 但是一旦GPU占满 直播就会卡住 而且编码器的配置你不能开很高 否则还是容易卡住 游戏和编码器互相抢GPU资源的感觉是非常酸爽的 但如果你用CPU推流 即便是用我另一台5950X的机器 仍然不可避免会引发掉帧 除非你一台打游戏一台做推流 确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蛋疼了一点 换平台之后 3080Ti就专注用来打游戏 然后用核显去推流 这俩各司其职 而且核显编码器在3080Ti满载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实时推流到Slowr这档预设 说实话 直播体验好了不是一点点 对于有着强大独显的标压笔记本来说 核显的3D性能其实并非重点 你再强的3D性能在独显面前也不过都是花钱秀腿嘛 但是编解码器的确可以作为独显的一个有力补充 现在的英特尔核显在独显本里面就是扮演着这样一个定位 它可以看作是对MEMAX的一个有力反击 但是AMD这边RDNA2架构的重点 现在还是不在编解码器上 你们也知道前几天出的650XT 甚至做出了阉割硬件编码器这种迷惑操作 你要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 A卡在这个领域甚至还有领先 所以现在压力也来到了AMD这边 我是非常希望它们也能一起卷起来 而对GPU性能不敏感的AE和PS测试 核显就不会带来这样压倒性的优势了 相对而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核显虽然有强大的加速单元 但是对你来说还是要看是否有具体的应用场景 在不依赖核显的场景下 Zen3的落后幅度就要小很多了 我认为你还是要看产品实际上市以后的性价比 再去做出你的选择 接下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这里面我们只测试了两款网游 因为现阶段一方面并没有3070Ti显卡的老机型 另一方面显卡本身的TDP就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做3A游戏的性能测试 很大程度就变成了一个GPU性能测试 过阵子云飞也会带来3080Ti 加上12代平台的笔记本详细的游戏性能测试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在CSGO当中 12700H的GP66跑出了606帧的成绩 这和搭载11800H的Y9000K基本是同一水平 但在Dota 2当中两者就拉开了差距 但这个进步幅度显然没有桌面端的来得大 所以我们借来了笔8搭载DDR5 4800的机型 果然游戏性能确实是更强一点 于是我们就又跑了AIDA64的内存与缓存测试 得到这个结果也就不意外了 这里其实有两个值得说的问题 第一个是笔记本端的12代依然延续桌面端游戏功耗较低的特性 这件事在台式机上我会说意义不大 但对笔记本这种散热资源吃紧的场景来说 我认为是有不小的意义的 再加上现在英伟达独显的本子有Dynamic Boost功能 可以让GPU借一部分原本属于CPU的功耗 CPU的游戏功耗降低在笔记本平台就更有实际意义了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DDR4和DDR5的问题 在台式机12代测试的时候我说过 DDR4平台的游戏性能要比DDR5更好 性价比也要更优 但是在笔记本上刚好相反 DDR5全方位更强 我们要知道游戏对内存延迟十分敏感 而两方面的原因让台式机的DDR4有着很大的延迟优势 一方面台式机的DDR4有很多高规格的内存条 又是高频又是低时序 BUFF都点满了 带来了极低的延迟 另一方面台式机的K系列处理器 SA电压是解锁的 SA电压直接影响了内存控制器的性能 所以台式机你是可以跑到像DDR4 4000 Gear 1这样的频率的 而这两方面优势在笔记本上统统不存在 另一方面 笔记本的Gear 1只能跑到2933的频率 到3200的时候就已经强制Gear 2了 但另一方面笔记本的DDR4 3200时序又是这一DEC规范下的CL22 你肯定是没法跟台式机那种CL14之类的去比的嘛 直接来跑一下AIDA64的内存性能测试 你会发现不管是带宽还是延迟 DDR4 3200 Gear 2 在DDR5 4800 Gear 2面前连一点便宜都跑不到 这个时候内存延迟已经成为了游戏性能的瓶颈 DDR4下甚至它很难和11代拉开差距 所以说这代笔记本的DDR5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当然以DDR5现阶段的价格和产能来说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但看起来首发机型大都是DDR5平台 各位到时候按照实际价格去做选择就好 除了绝对性能 12代的笔记本平台另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是能耗比 英特尔在发布会上拿出了这么一张图 在图上看12900HK在35W的点能耗比已经超过了ME Max 但我们手上这台毕竟是i7-12700H 体质还是会稍微差一点 我们先在XTU里把它降到45W试试看 最终跑出了多核11367单核1764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多核比起ME Max还是略低一点 当我们功耗进一步降低到35W的时候 R23成绩则是来到了多核9767的程度 所以说我们决定去隔壁借他们的12900H做同号的事情来试试看 同号是45W的情况下12900H做出了多核12644单核1835分的成绩 而35W的情况下做出了10888分的成绩 基本上和35W下的ME Max可以掰一下手腕 而相较于11800H和5800H来说 12代在低功耗区间下的能耗比确实高出了非常多 除了和ME Max对比还是有存疑以外 这张图整体上还是相对靠谱的 整个来说移动端12代H45平台的表现是对得起我们期待的 延续了桌面端12代的强势表现 但如果你想真正解锁它的性能 还需要选择搭配DDR5内存的机型 DDR4-372以上只能gear2的表现限制了它的发挥 而核显强大的硬件边界码能力以及明显进步的能耗比 则让它在另一个战场有了和ME Max一决高下的实力 现在一切的问题就交给最终搭载它的笔记本的售价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马上过年了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